比较让别人困扰的就是 他通常要投袭下去了以后 他才会发现说 呃好像不喜欢 嗨大家好我是Sherry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ENFP 那先讲这四个字母的意思 E就是extroverted 就是外向的倾向 也就是你的专注力 会比较倾向在外面 然后N呢 我们上次讲到的是 Intuition 就是看大局 不太爱看细节 那L是倾向用自己的价值观 来做决定 那P的人呢 比较是灵活 喜欢随日而安的生活 ENFP在文献上面有写到 他们的特征是热情洋溢 充满想象力 觉得人生充满可能性 非常容易看到趋势 跟事件与事件之中的连结 然后根据他们所下的结论 很有自信的处理事情 他们看起来很有自信 但是其实他们很渴望 得到其他人的肯定 并乐于给予赞赏与支持 他们自动自发 也很喜欢临时起义 与其事先规划 比较喜欢仰赖他们的 急性应变能力 跟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舍 讲到NFP 他是在美国研究里面 最少因为压力 而引起疾病的类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个人自己猜 是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情绪 发泄出来 就是他们很容易可以表达 他们的情绪 跟其他的个性类型比 比较没有压抑的倾向 但不是每个ENFP都这样子 ENFP的主导功能是外向直觉 Extroverted Intuition 这个心智功能呢 它比较是在讨论对外探索 所以它很容易可以看到 外界的一些趋势 Pattern跟共同性 然后它也是透过跟外在的互动 来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比如说 他讲一句话 看到别人笑了 或者他讲一句话 看到别人生气了 他会透过这样子对外的探索 跟对外的互动来理解说 这句话是好听的 我这样子做别人是开心的 我这样做别人是生气的 所以他是对这个互动中 来定义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那他的辅导功能是FI 就是Introverted Feeling 我们之前有讲到 Introverted Feeling 他比较注重的是自己内在的价值观 所以他的辅导功能就是说 我在外面探索的时候 有很多条路我可以走 那我要选择哪一条路呢 那就是靠我的辅导功能 就是我的价值观 什么事情是对我重要的 什么事情是我真正在意的 那这个可以来引导你 走向你要去探索的方向 ELFP的第三功能是 Introverted Thinking 也是外向思考 外向思考比较着重的就是 效率 然后如何整合资源来做决定 那当他是在第三功能的时候 没有讲过 第三功能就是说 你会 可是你不一定用得很好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 Introverted Thinking的时候 在压力下他可能会过度运用 比如说忽然觉得自己做事都很没有效率的时候 他可能就觉得所有事情都照逻辑 我赶快把事情做完 而忘记去跟自己的辅导功能 就说自己的价值观确认 他就完全以效率导向说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要赶快把事情做完 所以这是过度应用的时候 那他也可能完全不运用或者很少运用 那这时候就是说他讲话 他就开始不太确定他自己的逻辑在哪里 或者会觉得说逻辑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没有热情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压力下的时候 他可能在这两个过度运用 跟不运用之中来摇摆 他第四功能是SI 就是Introverted Sensing 也是内向实感 那内向实感呢 我们专注的就是Here Now 现在的状况 内向实感的人 他其实不太喜欢太大的变动跟改变 他比较着重于现在可以执行的细节 这个呢就是ENFP的盲点 ENFP他不太喜欢一个没有办法探索 就是每天要Status Quote 就是都是做一样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不太喜欢活在现在 他的目标比较希望是探索 然后看到什么可能性的 所以你一直让他要做 现在一定要做的事情 非常细节的事情 他就是会很痛苦 因为这是他的盲点 别人怎么看ENFP呢 我们看到的形容词有热情 外向 自动自发的 多变的 跟冲动的 所以ENFP呢 常常会在团体里面 扮演的是风云人物的角色 因为他的非常热情 他愿意探索 他可能是搬上最皮的人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 最有热情 最愿意尝试的人 比如说你是一个新生 或新的员工 他常常也是最热情 来欢迎你的那个人 愿意交朋友 愿意探索新的事物 所以让人觉得说 这个人是很容易可以亲近的人 那我查了一下呢 其实ENFP 现在这个时代 最有名的应该是BTS 的B吧 然后还有 BTS的RM也是 国外的明星呢 有Jennifer Lawrence Mark Twain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 个人很喜欢的作家 叫做Oscar Wilde 所以ENFP呢 我相信你看到这些名人 尤其是听说BTS的V 或者是Jennifer Lawrence 都会觉得他们是在 他们的产业里面 人缘很好的 因为别人都觉得 他们很容易亲近 但是呢 我们等一下讲一下 ENFP 他真正的朋友 可能比你想象的少很多 ENFP的心流状态呢 就是他如果可以 对外探索 他的工作可以让他 不停地向外看 来探讨有什么样的机会 而这些探索呢 是跟他的价值观 是有连结的 就是他探索的区块 刚好是他 对他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区块做探索 然后多跟别人互动 透过互动 得到的讯息 再用逻辑的去分析出来 这个是他们的心流状态 那中间当然 不要太多给他们的 局限在于时间啊 就是给他一个大方向 然后不要给他太多细节 一定需要执行的事情 在这样的状况 他可以达到他的心流状态 然后可以做得非常的好 心流状态还有一个 就是一定要适度的 给他们有一些冒险的机会 就是如果他们待在一个 比较保守的机构 或者是有太多局限 说你不能失败 或者是不能犯太大错误的话 其实这会压抑 ENFP发展的状态 那我们谈到 他可以发展的是什么呢 ENFP天生 他其实就是很容易 对外探索 所以他如果太过于 仰赖他的第一功能 就是 Extroverted Intuition的时候 他太把关注力 看在别人会喜欢什么 因为他们是非常 善解人意的一群 他很容易就可以 透过互动知道说 这个人要什么 那个人要什么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 INFP跟INFJ都是很容易共情的形态 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INFP他其实是看到这个趋势说 这个人对这个人做什么 那他可能马上就会难过了 INFJ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他还可以同理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人的难受 那ENFP呢 他可以看得到 而且他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 会让那个人开心起来 也就是说他很容易的可以看到别人的Button 因为他透过很多探索 所以他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趋势说 这个人他的按钮是哪里 我要怎么样可以激怒他 我要怎么样可以讨好他 那当他过度在发展这个功能的时候 他就会忘记了什么对他是重要的 就是我可以让每个人都喜欢我 但是我需要这么做吗 他们都喜欢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当他过度发展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会有一点迷惑 就说好那我现在大家都喜欢我了 但是我到底做这个是为了什么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探索 所以他可以发展的呢 就是我们让他静下来 ENFP因为你的专注力都在外面 适度的让自己静下来 然后真的想说我做这些事情 我做这些探索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我做这个我知道别人会喜欢 但是我自己喜不喜欢 他到底跟我的人生有没有连结 就是我会建议ENFP的朋友们 有的时候适度的把外界关起来 向内看 去了解一下做每件事情的动机 诚心的面对自己 那再来就是他的第二功能 就是FI他如果没有发展得很好的时候 他其实内在的指南针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变成说可以想象说 这个人是一个有一个跑车 然后他这个开车可以开到各式各样的地方 但是他不晓得要去哪里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然后他又很喜欢讨好别人 他其实希望的是和谐 别人喜欢他 所以常常他会觉得说别人邀请他出去做些事情 或者是出去玩 他都会先答应 可是答应了以后 他实际在做的过程 他才发现说 哦哦 我好像不喜欢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有感触的说 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 但是比较让别人困扰的就是 他通常要投袭下去了以后 他才会发现说 好像不喜欢 所以就会让人他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都是三分钟热度 或者是这个人有点不靠谱 他不是答应了 他又不要做 所以这个要对自己的理解是说 当你的指南针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你会陷入这样状况就说 做了才晓得 我真的是做了以后 我踏出了这两步 我才真的知道我喜不喜欢 我没有办法坐在家里 就是先做swart 然后先做一个评估 然后知道我会不会喜欢 那所以这可以发展的地方就是说 真的要多了解自己 一样就是要多去开发自己的辅导功能 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运用你的第三功能 去真的用逻辑的分析 那我自己有想到一个方式 我觉得ENFP的可以试试看 静下来的时候做一个冥想 比如说有一个工作 你觉得还不错 可是你很怕去了以后三天 你就想要离开了 我会建议你就是先多搜集一些讯息 然后冥想 真正想象说 好第一天到公司上班 我会面临到什么问题 我的同事会怎么样对我 然后真正好像把自己催眠 想象自己在那个状况下 你再来想 我在那时候的感受会是什么 我会不会真的喜欢 也许这个方式可以帮助你说 不要去了以后才决定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决定 第三个可以发展的地方呢 就是刚刚有提到 ENFP它其实常在两个情绪中摆档 所以它有时候也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要什么 所以当ENFP它不去压抑自己的情感 让自己情感很自由的在流动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说 他做事情好像别人看不太懂 他为什么做某些事情 他会太因为自己的情绪做一些决定 所以会觉得他昨天是这样 怎么今天又变这样 然后他后天又变这样子 那当他自己发现说 我好像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摇摆到另外一个极端 也就是说 好我完全把我的情绪控制住 我把我的情绪收起来 那这时候什么会是他的辅导功能呢 就变extroverted thinking 他一切都是以效率为标准 我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做好 然后不要管我自己在想什么 但是通常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会很不开心 因为其实他们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所以ENFP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这两个情绪中 一直不停地摇摆 但是每一次的摇摆 我觉得ENFP都可以做一些反思 就写下来说 我今天这样子 我感受是什么 我今天到这里 我感受是什么 久而久之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 他们慢慢地会找到一个 比较稳定的地方 那但是呢 我们在这中间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 不要太压抑自己的情感 但是也不要太放纵它 这个是ENFP的功课 怎么跟ENFP的朋友相处呢 第一个就是说 不要用你的权利来压抑它 来管控它 因为他们其实是 不太能够被控制的一群 然后他们的能量很强 他们喜欢对外探索 那也许你知道 他在对外探索的中间 会有一些挫折 或者是会有失败的经历 那么有关系 你一定还是要让他探索 因为只有透过探索 他可以更了解自己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能你见到ENFP的时候 你觉得他非常热情 然后他也对你非常好 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就冷了 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时候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刚刚有在提说 ENFP他的情绪是会白挡的 所以他当开始在热情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是把专注力在外面 他想要每个人都开心 他看到每个人的需求 他想要都迎合他们需求 就有一天他觉得他自己虚拖了 他就觉得说 算了 我不要管别人了 我误好我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心态 你可能觉得说 我们不是很好吗 他怎么忽然就不理我了 这是很怪 所以这时候不要太伤心 就说这个是他们自己 一个充电的方式 这是他隔一阵子 他必须要反思 因为他太多 心跟情绪放在外面的世界 他有时候真的需要 回来充电一下 就是可能跟你的作为 并不一定有关系 然后第三点就是 ENFP我们看到他很热情 然后他的能量很强大 因为他常常可以在团体里面 做风云人物 他可以带动大家 但是他比你想象的更玻璃性 你要知道他在 对外探索的过程中 他是透过别人的反应 来了解自己 也就是代表说 他很注重外在的Qs 外在给他的东西 这个他都会完全吸收尽数 所以对他有任何的 不支持 对他的批评 他会完全吸收到内在 这个给他的影响 可能会比你想象的多 所以你不要看到 ENFP气场很强大 觉得说 有你没你的花奖 或者是支持都没关系 其实非常有关系 他很需要你 及时的给他回应 因为我们一直讲说 他的第一功能 他最擅长就是说 我做了以后 我马上看到你的反应 所以你都没有reaction 或者都没有回应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知道 他做的对或不对 那他可能会开始有一些self doubt 就是他可能会怀疑自己说 我这样做他是不是不行吗 我这样做他是不是不会好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 内耗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没有及时给他回应 他可能内耗一阵子 他就冷掉了 觉得这个人也许不适合我 再投入我的情感 我可能要换一个人 你如果是比较慢热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 我还在暖激状态 怎么他就走掉了 就他也不理我 或者他就忽然不爱我 他的状态是因为 他比较希望有及时的回应 我知道这个对introverted 就是内向的人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他可能觉得 你本来就应该知道 之前有说过 为什么你好一直要 不停地要我回应 但这是他们有需要的 所以要提醒自己 你如果真的珍惜这个人 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人 及时地给他一些回应 再来就是 如果GMP的老师 或者是主管的话 你不要太用一些架构 或者程序 来评量他们的表现 因为你如果用一些 比如说KPI来评量他们的表现的话 你可能低估了这个人的实力 第一个他不太喜欢在局限内 他可能有的时候 他做事是非常灵活的 他如果想要往这方面发展 他可以是一个非常强的诈骗人 就是 因为他其实很知道 人要什么 而且他可以及时地达到他的目标 就是他如果真的要 他是可以骗走很多人的钱的 他们有一个超能力就是 只要他想 他可以让身边的任何人喜欢他 只要他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他知道怎么样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他 他不一定会要运用这件事情 可是他如果想要的话他会 所以对他来说 你要看到他这边的常才 如果你太用架构 跟他有没有follow做事的规范 去评量他的话 你就没有看到他的灵活性 没有看到他对这个团队 可以带来的贡献 也许是比较是公关式的 让别人比较喜欢这个组织 这个团体 或者是跟人家建立的人脉 这些比较是无形的 这比较难用KPI去评量的 所以要切记就是 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不要用这种一些世俗的架构 来评量他们的表现 那再来ENFP呢 他很容易讨好别人 然后他也喜欢讨好别人 所以在大人在谈感情的时候 你跟他相处起来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很花心 或者他好像对谁都很好 他是不是在到处方便 就是如果他没有控制 很好的时候 他太要去迎合每个人 跟别人都嘻嘻哈哈的 所以对于有些 比较严肃一点的人格类型 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很花心 所以ENFP有时候会被误解 是很花心 或者是很容易变心的 如果你是比较慢热的人 跟他们谈恋爱 或相处的时候 可能真的要把自己的心收好 也不是说不能跟这些人谈恋爱 而是说你可能慢慢再来发觉说 这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爱你 或者是喜欢你 因为他真的可能要相处一阵子 他才能够确认 所以你不要一开始就是 哦我爸 掏心掏肺的给这个人 因为他看起来很热情 他看起来现在很爱我 他有可能以后会变心 但他变心的时候不代表 他那个时候不是真的 这么真诚的爱过我 而是说变心的快是因为 他不太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给ENFP的建议 你刚刚其实已经给了一些了 我现在在做一个总结 就是第一个 记得要花一些时间跟自己独处 独处不是只是耍费 而是做一些反思 就是好好回想说 我最近跟别人的互动 为什么我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想一下跟别人的互动 或者是一些事件 它带给你的情绪是什么 多了解你自己的情绪 你才能够理解你的核心价值 什么对你是重要的 当你这个指南针越清楚的时候 你越不会需要说 做了以后才能再评估事情 第二个建议就是 你可能会因为想要讨好别人 让大家都开心 而去答应太多事情 那你又是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时候 就硬的脱皮 把这些事情都做完 那然后做完以后 很不开心 你又躲回自己的这个 就开始跟人群远离 与其这样子 会见你一开始就好好地评估说 这个事情我要答应吗 我是要讨好他 还是我要比较看重的自己 做这个决定对我有什么帮助 是不是我要的 所以开始学会说不 开始学会跟你不相关的 或者是你不想做的事情说不 当你会说不的时候 你其实比较能够专注在 你想要做做得好的事情 那别人也不会再觉得说 你怎么做一做就不做了 这是不靠谱的 第三点是太容易分心 因为我们的第一功能是 外在直觉 是喜欢探索的 因为专注力都在往外看 所以很容易被 外面bling bling bling的事情 吸引你的目光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记得问自己说 这件事情跟我的核心价值 有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是我现在 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这件事情跟我的规划 有没有相关 就是透过这些问题 然后把自己拉回来 所以自己比较不会这么容易分心 那第四个呢 三分钟热度 其实跟第三个也是有点连结的 三分钟的热度就是说 当你被分心以后 你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 那我进去做做看好了 我试试看好了 然后试完以后才发现说 好像不太适合我 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 那所以这个的行为 对于外人来看 就是三分钟热度 但是其实你会这么做的原因是 你在搜集资料 你在探索 你在了解自己 到底喜欢什么 跟不喜欢什么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太带着批判 因为可能别人觉得说 你不靠谱啊 你就三分钟热度 不要把这个外面给你的评价 去内化它 其实你要知道说 这就是你田野探索的方式 你透过尝试 才能够理解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说 真的不能去了以后 就忽然决定要离开的 比如说像婚姻 或者是真的找一个好的工作 那这时候我就提醒你说 试着把自己关起来 自己想象说 我在那个情况 我每天会这样子 我会不会喜欢 我受不受得了 所以真正去想象那个状况 也许写出来 把它当成一个剧本一样就写出来 我真的结婚 我真的进这个公司 我每天会怎么样 然后看看自己 试着问自己说 我会不会受得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 帮助你来克服 这个所谓三分钟热度 或者是容易分心的一个方式 第五个呢是我们讲到第二功能 如果使用过度 就是信念使用过度的时候 ENFP会发生的状况 有的人是因为从小的父母 有一些观念上面的洗脑 或者是说因为宗教的关系 所以当他的信念是非常强烈的 比如说我是不能离婚的 或者是我对于我的老板一定要忠心的 他会因为这样子而坚守他的岗位 而不离开 就算是外面有很多机会 有探索的机会 或者是留在这里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他还是会坚持留下去 这个有点难克服 尤其是在感情上面 因为我那一集有提到说 FP的人是怎么爱人跟接受爱 他们希望别人可以做自己 他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做自己 当你一旦爱上这个人 然后你爱的方式是说 让他可以做自己 那他做了一些脱序脱轨 或伤害你的事情 然后刚好你的信念又是你不能离婚的时候 那这就是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让他做自己 这是我爱的一个方式 但是他其实做了太多对你不好的事情 你也因为你的信念而没有办法离开他 这个是我会建议 当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其他人一直告诉你说 这个真的是对你不好的 这个你做的决定真的是不符合逻辑的时候 也许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来反省一下说 我的信念是不是开始有点不符合逻辑 是不是阻碍了我自己个人的成长 这时候可以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 看看可不可以克服自己这样的状况 那现在来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有一个朋友问到说 ENFP呢要怎么跟INTJ来相处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太喜欢了 因为ENFP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热情 而且他其实很希望有一些 比较有权威式的人的肯定 就是他觉得能力好的人来肯定他 那所以其实ENFP很容易被INTJ吸引到 其实很多韩剧都这样对不对 就是很热情啊就是很大辣辣的女生 然后碰到类似像霸道总裁那样就觉得 你知道就是他们其实是某方面是非常顾骨的 但是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 他会非常渴望INTJ给他正面的回馈 或者是他希望INTJ欣赏他 他很容易担心INTJ的人会觉得他笨 因为他太热情或者是他讲得太广了不够深 所以ENFP跟INTJ相处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内在的不安全感就是说 我的伴侣会不会觉得我太笨 我要怎么样可以做到他会欣赏我的状态 所以在相处上面呢 如果你是ENFP而你的伴侣是INTJ呢 首先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很渴望的是别人给你及时的回应 然后你希望别人可以让你就是自由的做自己 但是你要了解INTJ的人他会花一些时间 你很爱夸奖别人的人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说 第一个你不要一直要求他对你有很热情的互动 这不是他的本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太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可能觉得他看起来好聪明 他都想了很多 对于自己讲话是不是有条例 他喜不喜欢你 对自己不要太没有安全感 TJ的人他如果不喜欢你 他真的他会离开 就说他跟你在一起就代表他还爱着 所以对自己在这个感情里面一定要有信心 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走得长长久久的 其实ENFP适合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然后还有这个拖延三分钟热度的问题 我们看到很多 ENFP适合的学习方式就是accommodation 其实他们就是真的适合说 多去外面冲 就是所有事情做了再说 小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很多data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提到天野调查 他真的要透过做了以后他才知道 我是喜欢还不喜欢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问ENFP说你想吃什么 披萨还是泡面 他可能说披萨 但是你真的披萨来了 他吃了一口就说 其实我现在想要吃的是泡面 但是他不吃那第一口 他是也不晓得 所以在还没有很理解自己的时候呢 就要接受自己会有所谓的三分钟热度 直到这是你的探索的过程 认识自己的过程 那对于拖延这个问题呢 ENFP很好玩 你如果没有data的东西 没有时间限制的东西 他做得很开心 他也很愿意主动去做 好了一有deadline的事情 他就开始拖延 所以你可以来反思一下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况 你拖延的有几个可能是 第一个你找不到他跟你的连接性 你不知道你做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你不晓得怎么做起 你在情绪上面没有办法 来说服自己说做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去想一想做这个事情 跟你在下识观的连接 也许他可以帮你克服 第二个是P的人 其实他听到有deadline 他就觉得很烦 因为他觉得会对他有一些局限 那在这个过程 这个时候呢 一样 有拖延症的人 就是just do it 就是头先洗下去 不要想太多 因为你一直想到说 什么时候要交 什么时候一定要做完 你就越来越想拖延 先不要想这件事情 可能明天一定要做完 什么时候一定要交 然后你可能会比较有意愿去 先做来试试看 再来就是有可能你是完美主义者 INFP因为他很希望做出来的东西 是别人非常看好 因为他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所以他可能知道说 完美在别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那我做不到那么好 那我就开始拖延 我就想办法说 我可不可以更多资讯 更多data 可以让我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完美 所以其实完美主义是一个 让他们拖延的很重要的因素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要想说 先求有再求好 你如果一直想的我要做到很完美 到最后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的话 这样就是零分 所以再拖延的时候告诉自己 先求有再求好 那我先把比较粗粹的版本做出来 有时间再来慢慢让他进化 那就更好 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讲说 我是三分钟热度 那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子的定义 因为我们在讲说 这个人好像只有三分钟热度 其实他本身的叙述方式就是蛮负面 就代表这个人的持久力很低 但是我希望ENFP的朋友们 在看自己的时候 都知道这个不叫做三分钟热度 这个是我探索的过程 我认识自己 学习自己的过程 所以不要把它 用一个负面的角度来定义这个行为 你要知道ENFP的人 他就是需要透过探索 试试看 我这边试试看 那边试试看 我才知道我真正要的是什么 所以在对外探索这个过程中 就我刚刚讲的吃东西嘛 你真的吃了一口 你才发现说 其实我现在不想吃这个 这个是你必要的过程 所以不要把自己讲得 好像比较负面 说我的持久力很差 我是三分钟热度 你这是 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有些人认识自己是靠写日记 然后靠静下来 那这是你认识自己的方式 所以没有什么好负面的 也许你可以做的就是 管理其他人对你的期待 你可能一开始就告诉他说 我是试试看 我不一定会做很久 那你就自己也不会这样子批判自己说 这个是负面的 这个三分钟热度是不好的 那对了 对于三分钟热度这个部分呢 所以我们刚才讨论 ENFP家里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器材啊 乐器啊 因为想到什么都想要去试试看 所以你如果知道你是ENFP啊 你想到一个新的兴趣 先不要花钱啊 不要说想潜水 所有的装备都买好了 想学其他就其他也都买好了 先去借这些器具试试看以后 真的三个月六个月你都还是喜欢 那再去买器材 这样可以省下你很多钱 还有一些朋友提到说 表现欲强 或者是太希望别人的目光注释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是ENFP的特质 因为它其实很会 它很容易让别人喜欢自己 这个东西也会容易上瘾 就是我一直以来目光都在我身上 那我缺少的这些目光 我好像觉得少了些什么 那所有ENFP的问题我觉得 或者是挑战 其实都是拉回来说 我要别人的目光是要干什么 ENFP因为它很多时候 对自己的理解是来自于外在 所以外面给它的眼光跟关爱 对它来说这是一个接受爱的方式 就是它自信的来源 但是ENFP在成长过程中 你就要开始慢慢的要学会自己怎么爱自己 自己的好处在哪里 然后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自己棒的地方在哪里 你慢慢开始自己爱自己够多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你的专注力放在外面 发现说我需要别人的目光 我需要别人给我的赞赏 我才有我自信的来源 那如果你是ENFP 你发现说你太care这件事情 太care别人是怎么看你的时候 其实可能代表说 你现在爱自己还不够 你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信息 多去做一些会增加你尽心的事情 比如说把一个技能学好 或者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你可以让自己更增加自信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把你的专注力慢慢的向内 这样子你就不会那么渴望 别人的注视或目光 是不是有在你身上 那这位朋友呢 我要讲一个概念 可能你比较难理解 但是试着想一下 就是说你想要做一个自由 然后感性的ENFP 我们刚讲到ENFP 它是渴望自由跟感性 但是其实它是有理智的 第三功能它是extroverted thinking 所以它不是没有理智 而且它理智 它可以慢慢的培养 理智可以用的比较好 但是当你完全要放弃理智 就是我只想要做一个自由跟感性的那种ENFP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接受到你完全的自己 你其实是把一部分的自己切开来 你把这一部分切开来的自己 你不想面对的自己 你就会投射在别人的身上 所以你会觉得你身边的人怎么都这么理智 怎么都这么没有想象力 怎么会一直想要规范 但是如果以统计学来说 你身边的P跟J 你身边的T跟F 一定都是50% 就是一半一半 所以很难在一个地方 你身边的人全部的人都是DJ型的 都是希望你要理性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愿意要变成理性的人 所以你把你的担忧 你不喜欢的事情投射在别人身上 那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比较难理解的概念想要跟你分享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我们不管是不是这样子 总之现在的感受就是说 你不能做自己或者是别人都没有办法理解你 也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说一个DJ 他如果在一群FP里面 他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有创力 都这么灵活 这么没有人要有照着架构做事情 他也会很困扰 相反的就是说 你一个ENFP 如果旁边的人都是照着规范的时候 你也可能觉得不被理解 或者是被束缚住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还是拉回来就是说 我自己觉得我够不够好 因为当你是有外在的眼光 跟外在角度在定义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你没有被支持 或者是你一直在被缝纫 既然已经知道外在价值观 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往内看 就是你已经知道了 你没有办法从外面得到你的肯定 那我们就来看说 我是不是做我喜欢的自己 你如果在内在给自己 足够的肯定的时候 也许你就不会在这个环境里面 觉得太失落 对 会 ENFP 会 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说 每一个类型都会 16个类型如果碰到生离死别 人生重大的状态 它都会变 这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说 做 MBTI 评量的时候 最好是在一个比较稳定 很舒适的状况 再来做这个评量 因为比如说你刚刚碰到一个 人生的重大转变的时候 这是你在压力下的时候 那我们之前都有在讲过 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在加力下 它可能第三功能会乱用 或者是它的盲点 第四功能会跑出来乱闹 然后忽然觉得 主导功能跟辅导功能 不要管它们了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本性 所以我现在变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 ENFP 尤其是因为它是非常情感导向的 而且它的专注力 第一功能又是在外面 所以尤其是外在的重大事故 它变得可能更明显 但是这不只局限在 ENFP 上面 ENFP 会不会比同龄的人晚熟 我觉得要看为什么会这样子定义 我猜这样子定义是不是 因为 ENFP 的人的人生 比较晚定下来 因为它一直在对外探索 所以你相对的觉得说 它好像怎么还是这么有玩心 就是还没有定下来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来 评价它是比较不成熟的 我猜是因为这样子的人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讲了 ENFP 它本来认识自己 它的人生就是要探索 它就是一个探索家 所以我并不觉得它会比别人不成熟 那下一个问题是 针对 ENFP 的工作 或者是职场上面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那 ENFP 刚刚有说了 它是比较喜欢探索型的人物 所以它的工作最好是可以让它开发的 就是探索什么样子的可能性跟机会的 所以任何工作是要让它照表操课 然后讲太细节的 真的都很不适合它 最好的状态是它可以一支 不停地要面对新的挑战 新的人 新的事 所以像业务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尤其是这个要销售的东西 跟它的价值观是有一些连结 就它是真心地认可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到别人 或者是对别人带来好处 那做这样的业务的时候 它是可以走入它的心流状态的 那 ENFP 其实它蛮特别的 就是脑神经的科学家有在提说 ENFP 其实是16个人格类型里面 它是最难走到心流状态的 但是它一旦走到 它是可以维持最久的 所以 ENFP 它是内在其实有一点是想要对人是有影响力的 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观 如果它理解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可以透过它的个人魅力 透过它的执行方式 透过它的开发跟拓展 它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 自己的影响力传播出去 这是对它来说最好的状态 首先要先知道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再来就是说有这样子的空间可以让你传播 给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 所以任何职业有空间让你做这方面的发展的话 是最适合你的 那今天 ENFP 的人格类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对于还没有帮我们提问这 ENFP 的朋友呢 也希望在这里可以多分享一下 你的想法让我更了解你们这种类型的人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